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像首席在国际下都有教学的经验 不过那都是打21分制的比赛 周天成率先发球 第一局的比赛正式开始 手房还是一样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从接发球开始都在往前做一些阻值 那刚刚周天成也是选择做挑球的一个回应 那在这个场地的进攻来说 其实如果不加压一点力量的话 球好像似乎会触亡 不过尽了全力之后 球又容易到界外去了 所以这都是周天成今天 可能在做抢攻的部分来注意的 开局周天成取得了2比0 这个高强之后的这个场地 还是要稍微再小心一点 而且加上主法力 其实在这一次的紫色联盟的出赛的次数 也是几乎都是百分之百的一个出席率 所以这样子一个出场的一个次数来说 其实他除了是比赛的赛制以外 当然在整个一个战术上的运用来说 这也是今天所小天要注意关注的地方 所以在整个配球的部分 是不是一样持续用昨天的一个 往前球的一个对峙 配上自己对角线的进攻的球路 然后今天看在第一局的部分 目前也是采取了比较保守的一个 中场的一个球路 好球 的确在连续多拍了之后 再找到机会做一个对角线的一个压制 不过从这样的球路就感觉出来 其实双方也算是有备而来 一开始就牵入到比较多拍的局面 对 所以可以看出来双方的一个 在目前手上控球的一个能力来说 其实都还是比较难分难折 哇 好能够 第五分进账 拉开到四分的领先 5比1 哇 的确可以看到在滚网的速度来说 似乎真的是慢慢的爬行过去 好 送送了 看到后场的球出界 看出来双方在做一些 平推挡的一个球路进行 也是尽量采取一个 比较快节奏的一个点放的动作 哇 剩下的球应该是阶内 6 2 昨天曾在挑球的手段上做了一点调整 稍微感觉似乎是没有动到手腕的力量 反而只是运用拍面的部分去做一个推挡 很明显的手头是落在线上 连续几板的一个压制的进身 所以也导致了主法律在做一个推挡的动作来说 是力道上面没有办法有很好的一个掌控的机会 就是在往前的对峙 主法律这个时候也是说的非常细腻 你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主法律在整个一个在配球的部分来说 其实是比较有组织一点 所以也不会说太过于急躁的要出拍 做一些抢弓的一个动作 又是你记得一个起高的一个高远球 有个压迫性的失误 本载的分数4比7 让主法律追到3分的落后 你会看出来主法律在对这一季的挑球来说 好像有点犹豫了一会儿 所以出拍的时机点也稍微降慢了一点 并不够远 这就是对于前者来说飘球的考验呢 这力道上的控制真的要格外的小心 对 而且周天成在抓住机会之后 这一板的进攻来说 的确也是非常的威力十足 这个球的准备可以准备一个动作 这个球也很丰富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步的同步 抓這個仇的難度就更降低 對 第一局的比賽是1比4周天成順利的收下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之後 馬上回到比賽 對 尤其是在強調自己在強往的一個動作來說 其實都相對的非常的積極 而且在做近身的一個壓制來說 其實主法力在整個一個回防的動作來說 是沒有辦法有非常好的回檔的機會 非常漂亮的對角線進攻 而且可以看出來 在周天成手上的一個掌控上的一個能力來說 其實都能夠很順利的 將自己得分進攻的角度來說 都掌握得非常好 反而是主法力這邊想要做一支插壓 不過掌握度相對來說就沒有那麼好 嗯 也在整個心態上面是需要 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突破 因為畢竟有很多是可以做進攻的一個機會 在這個場地來說 其實都會有發生 出一些比較不可能發生的一些突發狀況 那不過今天在周天成手上來說 這幾季的那個對角線的進攻 對角線的進攻 4比0的開局 謝謝 其實雖然在 浦總的這個部分來說是多打了一場球賽 但是就如同魚豚剛剛所提到的就是 其實這也不是一件壞事 這個就是 有機會再多一場的比賽來適應這個場地 以及整個一個比賽用球的部分 可惜這位競爭球 沒有成功的把球 擋往的過 當然其實主法力慢慢的應該也是多去調整一下 有機會的球會比較主動的來進攻嗎 哇 非常漂亮 一樣做了一句的一個 晉身的壓制之後 也預測到了主法力只能做點放的動作 再做一句突球 可惜 嗯 對 主法力的防線但是穿件 對 其實可以看出來這個球 它並沒有做太多的一個想法 是直接第一時間做一個回擊 漂亮 直接做一步起跳的做進攻直線的位置 周天成的領先拉開到6比2 4分差 其實今天在周天成的一個整個身體的素質 跟心理的一個狀態來說是非常的好 比昨天對戰的一個情況來說 更加穩定 簡單又俐落 直接做了一個第三拍的對角線的一個點放的動作 瞬間的變拍的確也讓主法力沒有時間去做反應 快速度的壓迫 但是回擊掛網 今天我們真是越打越順手 即便是在做直線的一個 半場的一個壓制來說 其實也是讓主法力沒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做一個回擊 勝手 破 那 球球的底線出界 那主法力4比9 還用5分的落後 這個球 這個球 昨天成在做一個回擊的時候 實力稍微有點猶豫了一會兒 可以導致自己回擊出現了掛網失誤的情形 非常漂亮 雙腳起跳的一個切球 可以看出來 其實主法力已經有稍微注意周天成的進攻的球路位置 但是沒想到 這時候周天成是要一記切球 剛才做了 其實挑這個 放的是蠻漂亮的 所以第一次周天成要挑起來出界 不過目前還是周天成在第二局 有四個局末點的領先優勢 連續這幾板連續快節奏的進行 被主法力閃過了這一顆球 隨著連續幾板的一個限制區的前場 雖然周天成抓到了進攻的機會 自己也覺得很可惜 這個球回擊沒有過往 11比7還是由周天成這邊拿上了這一局的勝利 目前的領先是拉開到了局數 2比0 2比0領先的情況之下 來到了第三局其實相對壓力也是比較小的一方 對 尤其在前兩局的整個不論是在控球的部分 或是在做進攻的一個角度跟位置來說 其實都掌控得非常好 很瘦啊 所以也讓主法力比較沒有辦法 招架他的任何的一個近身的進攻招式 或者是兩側對角勝利的牙子 所以看看在第三局的部分 周天成是不是一樣可以保有 這樣子的一個非常好的狀態來繼續 來控制第三局的賽事 請收 哇 給球的角度上 其實周天成給的還是很開 嗯 這比較通過真的是蠻精準的控球 所以其實在整個一個 其實在往前跳後場的角度來說 其實都能夠非常的大 比較不會像在前一場的一個賽事來說 沒有辦法好好掌控跳球的一個距離 我很可惜剛剛這個往前放球的部分 是讓主法力抓到了進攻的機會 第三局主法力2比1 有一分的領先 往前球的對峙 哇 勝手喔 勝利相接的確控之下 主法力這個球沒有辦法掌握好 其實雙方在往前的一個牆我來說 其實也是給的非常快速喔 不過在這一半 我們的部分來說 主法力還是稍微出牌過於急躁一點 好 勝手 3 2 來到了3比2 來是主法力有一分的領先 剛剛是周天成挑後場球出界 非受迫性的失誤 只有現在的字卡來看 做法力是發生了六次 至於周天成則有九次的非受迫性失誤 哇 這個球 周天成可以看出來在整個場上的一個跑動來說 有稍微自己的一個移動的重心被破壞了 所以在這一半的防守沒有辦法成功的回擊 殺球得分的部分 主法力已經很拿到了3分 至於周天成打到了第三局有10次的殺球得分 其實是蠻大的一個落差 也代表其實前兩局周天成為自己製造了非常多進攻的空間 那目前比賽場上的局面其實主法力也是有經驗的選手 所以經過兩局的調整之後 來到第三局的狀態又更提升了 對 又是在往前球的一個對姿來說 似乎比較能夠稍微沉穩一點 哇 這一個非常漂亮的小球 有 3 4 這個雙方的腳步有跟上 對 雙方的這個小球 嗯 周天成 對 主法力認為周天成是不是有越往擊球的狀態 對 不過是非常接近喔 但是從鏡頭上來看 其實並沒有看到周天成的一個回擊的球拍面 因為畢竟球已經是過往的一個情況 所以並不會出現所謂的一個過往擊球 主持人裁判也並沒有判出這樣的判決 所以周天成3比4追到1分差 對 不過剛剛那一季的往前球的確是打得非常的漂亮 好 抓到了 抓 你 周天成想要做一個往前推平球的一個回擊喔 但是球似乎沒有辦法成功的穿越主法力喔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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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很氣的打了一下自己的臉 所以趕快再專注一點喔 對 真的因為其實這樣的比賽過程當中 雙方的中前場對抗非常的多 尤其在往前 對 專注度真的是要好好的提升一下 好棒喔 哇 又是非常漂亮的對角性進攻喔 今天周天成在往前的一個對峙之後 會自己知道進攻的機會 也是有這個雙腳起跳對角性的壓制 也讓主法力沒有辦法成功的回擊喔 兩位選手的分數來到了5比5的平手 哇 可惜出了6 4 這一季的進攻喔 稍微幾率初嗨了一點喔 在比分拉鋸的過程當中 這雙方真的處理球要再更謹慎一點 不然其實這樣子一個組織之後 為自己製造進攻的機會 其實今天周天成在整個從第一局的賽事 到目前為止來說 其實都發揮得非常恰當 所以為自己得到了非常多的一個分數 我們前進台機回擊勾對角 再度拿下了分數 小天追到6比6 非常漂亮的一個防守 也可以看出來其實周天成有在注意主法力的殺球的近身的位置喔 所以在整個一個防守點放的位置 也非常漂亮 哇齊啊 主法力這個球也這製造出很好的進攻機會 對 那今天的幸運女神似乎沒有在她那邊 可以看出她這個沙球是經過彈網而過的 所以也改變落點的一個軌道 又是來到往前的對峙 再一個滾網球啊 不知道該怎麼樣來回應 其實這一拍的一個來回非常的多 哇 真的沒話說 對 慢速度來看 的確 昨天成今天在往前球的發揮 的確是高水準的表現 哇 哇 相當精彩啊 周天成這一邊也正必擊破這一分 對 而且可能是已經適應這個球路的一個 飛行的一個位置跟軌道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搶拍的過程當中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小天是有注意到這樣子一個球路的進行喔 所以趕緊的回來防守 的確是漂亮的一手 7、5 10比7 現在周天成的比分呢 還有3分的領先 也還有3個賽末點 相當有機會幫助浦總連隊在低點的比賽 現在就用直落三來獲勝了現在 這個球 周天成的腳步稍微掃了半步喔 所以回球出現了一個失誤 還是要再謹慎一點 目前10比8還有兩個賽末點 哇 周法力自己發生了花球的失誤 那11比8 周天成順是在哪一局這一場比賽 等於說是用直落三局的方式 擊敗了足法力 其實後面老師可以來談一下 小天喔 今天這場比賽 跟前一場比賽 是最大的轉變在哪裡 其實是在於他的一個整個 雖然是往前球的一個對峙來說 其實已經有稍微注意到 中前場的一個配球的位置喔 所以除了做了 為自己製造一些進攻機會 比贏攻的 手中反攻 為自己製造得分的機會 那周天成這場比賽 就打得非常精彩 也幫助浦總連隊 在今天對抗麻布的比賽當中 開出了相當不錯的好彩頭 直落三局 變成是拉開了三局的領先優勢 相對給接下來 後面要上場的隊友們 其實蠻好的一個領先的空間 那現場應該稍待會兒 會訪問到周天成的部分 我們也來聽聽看小天 他自己是今天在戰術上 做了什麼樣子的調整喔 在整體的往前的部分 真的是壓著足法力一路在打 對 尤其是幾季的一個 往前球的一個調整 跟對角線的一個回球的角度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除了幾顆挑後場的球 還是有發生出界的情況 之外 基本上全場的控球 也比晴天要來得更穩定 對 可以看到庫中林隊的隊友 都非常開心 今天 周天成幫助球隊是先持得點 打開三比零的領先 然後選擇 周天成 feeling very good喔 感覺很好 我贏了我的团队 所以我做了 我们谈谈第三个游戏 因为第一个游戏 大家让我们到今天 进败了足把力 都像直落三 所以说已经是二连胜 一直为十 我们今天有几个球员 因为他今天整体场上表现 其实你也还不错 好